好,今天呢,跟小鲨鱼老师一起来听一听故事 今天小鲨鱼老师要跟你们讲的故事呢 叫做汤姆的服装店 什么是服装店呢? 服装店呢,就是一个店面是帮人专门做服装的 做衣服的,这就是服装店 可是呢,这个汤姆呢,我们一起来看 他是帮谁来做衣服呢? 汤姆先生每天很早就起床了 他很早就起来了 你看那个时钟指着的是五点 早上五点他就起床了 起床后汤姆先生总是先到阳台做运动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四 再来一次 二二二三四 他都会去阳台做运动 过后呢,做完运动 他就会进去厕所里面 把他的胡子刮干净 因为男生都会长胡子 所以他要把他的胡子刮干净 把他的头发梳整齐 然后还会上大号 他会去上大号 做完了这些准备 他就会换上红色的背心 和他最喜欢的紫色藏库 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咯 他就要开始做工了 我先为你服务 叮咚 兔子丽莎来找汤姆先生做衣服 兔子丽莎说 汤姆先生,汤姆先生 我想要一件比蝴蝶还漂亮的衣服 汤姆先生说 OK,没问题 丽莎就说 哇,你看好漂亮的衣服 蝴蝶都陪我跳舞了耶 汤姆先生总是不会让我们失望 啊,汤姆先生呢 做了一件花花的衣服 给兔子丽莎 他的衣服就好像花朵这样 蝴蝶都围着丽莎在跳舞了 毛毛虫说 我们要去参加 雅虫先生的圣诞舞会 想要一套温暖又漂亮的衣服 他们要去参加 Christmas Party 圣诞舞会 然后呢 他们要一件可以保暖的衣服 因为呢 圣诞节的时候呢 通常都是下雪了 所以他要一件可以保暖的衣服 汤姆先生就说 嗯 好好好 让我想一想 所以呢 汤姆先生就用这个五彩缤分的手套 啊 捡出了手指头的那个部分 为这些毛毛虫 制作了他们的衣服 既保暖 既保暖又漂亮 长颈鹿爸爸来找汤姆先生 他跟汤姆先生说 我要一件 我要一件各种人设纽扣的衬衫 汤姆先生说 OK OK 然后呢 汤姆先生就帮他量他的脖子的长度 制作一件属于长颈鹿的衬衫 可以看到爸爸妈妈和长颈鹿宝宝 都穿上了五颜六色色彩缤纷 各种图样的纽扣的衬衫 哦 真漂亮 猴子咪咪在汤姆先生的耳边 小小声的说 他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汤姆先生说 那恭喜你们咯 哇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汤姆先生那么高兴呢 哦 原来是猴子小妹妹要结婚了呀 噶噶噶噶噶噶叻 噶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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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噶 原来是猴子他们要结婚了 所以呢 那个汤姆先生就很高兴的祝福了他们 小青蛙说 哇哇 哇哇 我叫巴蒂 可是Daddy总是把我叫成哥哥杰克的名字 他母先生就很尴尬的笑了笑 OK OK 了解了解 所以呢他母先生就为所有的小青蛙们 做了一件专属他们自己的衣服 就有了谁 我是Tony 我是阿妹 我是阿德 我是艾米 我是可妮 我是达威 我是Jack 我是City 我是Buddy 所以每次金蛙都有专属于自己的服装 都在衣服上写上了他们的名字 这样子他们的爸爸他们的Daddy 就不会认错他们的名字啦 猪小弟就来了 我想做一件大家都看不到的睡衣 这样会不会太困难了呀 汤姆先生说 不会的 所以汤姆先生就为了猪小弟做了一件床套 和他的睡衣是一样形状的 这样子他的猪妈妈和猪的猪爸爸 猪家人就会发现猪小弟还在睡觉了 他把他的穿单跟他的衣服做成了一样的形状 他就可以继续睡觉 他就可以继续睡觉 他好懒作哟 大嘴鸟来了 嘀咕嘀咕嘀咕嘀 大嘴鸟来了 到底是要做什么呢 汤姆先生很惊讶地说 哦 生日礼物 到底要把生日礼物送给谁呢 汤姆先生那一天晚上 想了又想 想了又想 第二天 汤姆先生就请所有的动物 一起来帮忙 制作这一个生日礼物 你看他请了好多好多动物 一起来帮忙哦 有绵羊 有狗 有鳄鱼 猫 马 八爪 鲜鱼 还有大象 猴子 所有的动物都来帮忙了 他到底要把这个礼物送给谁呢 大嘴鸟朋友的礼物终于完成了 哦 他终于把这个礼物做好了 你看这个礼物好大一个哦 需要那么多动物帮忙一起抬 到底这个礼物是送给谁了呢 鲜鱼小姐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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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动物都来跟鲜鱼小姐祝贺生日 哦 原来大嘴鸟是要把这个生日礼物送给了鲜鱼小姐 他送了什么给鲜鱼小姐呢 他送了一套泳装 因为鲜鱼呢 每次是在海上游泳 对吧 他没有泳装 所以大嘴鸟就想说 在他生日的时候 送了一套泳装给他 哇 啊 很漂亮的礼物哟 谢谢 哦 原来大嘴鸟把礼物送给了鲜鱼 鲜鱼小姐他好喜欢这个礼物 所以他向所有人说了谢谢 啊 今天呢 这个汤姆生生的服装店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 希望小朋友们喜欢 谢谢小朋友们来听 小鲜鱼老师跟你们讲故事 所以我们下个故事再见咯 别忘了按赞订阅咯 拜拜